我大概十年前學這首歌 那首歌的時候我想找一個挑戰 我覺得自己做不到 因為我實際上畢業 我想看看有沒有一些我可以試試做 其實如果你跟一個學生學生說 你打哈馬卡拉V 有些人可能覺得他有點傻傻 因為那個挑戰不只是Pianistic 甚至不是Musical Challenges 甚至不是什麼Stamina的Challenges 是一個你究竟有多了解 音樂本身的Challenges 所以我十年前學完這首歌的時候 我不覺得自己彈到 我都等了很多年 我才夠膽去演出 可能等到2017年我才第一次演出這首歌 那其實 Easy Sonata 基本上只有兩個element 背道分數很小 兩個element可以做到一首45分鐘的巨作 簡單來說其中一個就是一個三道 一開始整首歌 就有第一個 第二個element就是一個半道 他在他的慢樂章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就是從他本身Bm 他把這個音升高半度 而把整個key降低三度 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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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貝多芬他的腦 可以用不同的element去創造他的音樂 他其中一些裏面的意思 William Kempf說 他說這首歌就像Bach的 《副隔曲的藝術》 基本上他不是作給別人彈的 他作出來其實是一個藝術品 你應該用來看的 不應該用來彈的 所以他基本上沒有想過 他怎樣可以達到那些音 很多是很奇怪的轉手的位置 除了不就手之外 基本上是很不人道的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要找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解決 甚至最後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但是當然有時候就是因為他解決不了 他是一個不原理的呈現 所以也印證了人類不完美的呈現 才是一種藝術的創造出來 《鎮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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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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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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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